今天通过视频回应一位朋友的留言 他说你当初放弃北京户口 其实你跟你的家带的大宝一起放弃北京户口 并且大宝放弃北京的学籍 回老家那边读书 回老家那边生活 以及你辞职 你从体制内辞职是你最错误的选择 就是说后会来不及 意思是说不管你多么的坎坎耳坎 都不能掩饰你的错误的决策 对此其实我想了好多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 必须要去接纳一些世俗的标准 就用这种财富呀 或者所谓的身份 去框定自己的 所处的这么一个位置 或者办一个一个决策 对于我的辞职呢 我的确是有的时候 在做梦的时候 会在梦境中出现 以前在以前那个单位工作的场景 并且也反复的出现了 我辞职前后的一些心理的变化 当时是有一种失落感 因为他这种失落感 主要在于你在一个单位工作 那么你就有一种归属 你就属于这个团体中的一员 那么你又不管什么事 然后大家都会对吧 至少从言语上 那么呢会给你一些支持 对吧 一些所说的内心心理建设方面 会有一些支撑 但是一旦你离开了那个组织 离开了那个单位 对吧 离开了那个团队 那么呢 你就成为一个 顾家寡人 对吧 直到你进入下一个团队 但是对我来说 我可能对于一些价值追求方面 跟很多朋友不同 因为我有自己的 这一个比较独特的 这么一种经历 就比方说我从体制内辞职 然后去那边闯荡几年 之后呢又回到体制内 然后再次辞职 又到体制外 对吧 我可能在这方面 跟好多朋友有所不同 有的朋友呢 是从体制内出来了 那么就不再回到体制内了 但是我呢 是两进两出 对吧 进入体制内出来了 在外面混了几年 又回到体制内 然后再出来 我说这种 这个人公开的这样闯红灯 这个有点 我觉得有点过分呀 这种的 对吧 这个老外他这种 交通安全意识 真的是太差了 对于人生 这种获得呢 我觉得可能一些决策的时候 我可能更感性一点 比方说 我有一年从北京回到老家 然后但是北京这边的同学呀 一些朋友啊 他们包括一些猎头 他们一直跟我联系 让我说希望回到北京 那边工作 我记得有一年 我们一个同学 我们法售的一个同学 然后他跟我联系了 在美 就是一家美国律所 驻北京代表处的 去那做翻译 就是他已经联系好了 因为他比较认可我的人品 也比较认可我的能力 我已经决定 就是背着身边要走了 结果往家大宝 当时我想 他应该是五周岁 他竟然给我跪下了 然后呢 他说爸爸不要走 然后他一边 说一边这样掉眼泪 完了我当时 我的心一软 我说哎呀 我说那爸爸就不去了 因为在此前 我在北京 读书的时候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 其实跟大宝已经分开了 有一段时间对吧 那么我回到之后 要再决定走的时候 我觉得大宝那样 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也是能理解的 后来我马上我就 那一瞬间我就 决定就不去了 我就发邮件 给我那个同学 我就说哎呀对不起 我就不能去北京 去那个岗位了 我当时找的理由呢 是我父亲身体不好 我是那么 我没说是大宝 不让我去 就包括 在这之前 就是说 在大宝当时 也就是三四岁的时候 我当时决定 从北京回老家的时候 因为那次是一个 很偶然的 那么一个情节啊 就是我在北京那边 晚上看书 就我一个人嘛 在那块 看书 晚上看到 大约九点半左右吧 我一抬头 一看墙上的这事情中 是晚上九点半 然后我当时突然 那一瞬间 我就想想回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说 我是比较感性的 我一 在看书一抬头 一看啊 晚上是九点半 突然那也就半秒钟 或者不到半秒钟 我就决定要回去 我就把书一盒 然后 然后把那个水渣 电渣一关 把院子门一锁 我就走了 然后直接 去那个北京火车站 然后直接买了票 然后就到家了 第二天啊 然后之后呢 两三年 我都没有回北京 后来我在回北京的时候 院子里的这个 草啊树啊什么的 长得像热带雨林一样 所以这是我的一种决定 对吧 就是说 包括 那个以前 我有一次 就是 因为当时 跟家里的这个 好多方面的这个意见 不太一致 家里希望我回到 家乡这边去工作 当时 我也去尝试着去 离开北京 然后回老家那边 那所大学 去应聘 然后比试也考得很好 比试考得第一名 比第二名 多十九分 这个以前 我在视频里也说过 但是面试呢 就被淘汰了 差距很大 但这里边有好多 不可描述的原因了 具体就不说了 还有包括我决定 就是我一直可能 比较反复吧 因为家人 这么多年 可能我在家里最小 我有哥 有姐嘛 然后他们 也是希望我能够 在父母的身边 但是我偏偏 还比较叛逆 我总想去 自己去得远一些的地方 然后有一次 我从北京回老家 因为反反复复嘛 也很 其实车也很方便 我已经决定回去了 然后当时呢 但是在那之前 我曾经给一些公司 投了简历 然后在我已经决定 就是应该是 我在前一天 我决定要回 老家那边工作的时候呢 然后第二天 然后就接到 白兜公司法学部的电话 让我去面试 因为我应聘了 他们一个 叫白兜公司法学部的 一个海外专员的 这么一个岗位 后来我直接说 对不起 我不能去了 我已经决定 离开北京了 就这样的 就放弃了 这个机会 包括我 后来带着大宝 从北京回老家 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 单位的领导 他也说 哎呀 你这 以后可能会后悔的 你不能 听孩子的这个感觉 对吧 因为当时大宝 在北京那边读书 因为他当时 上学四年级 后来的时候 从北京走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转学级 当时我也是费了一些周折 然后去找北京 某个去教委的小教科 然后后来小教科 跟学校联系 就是把学级转到北京 然后学校也落实了 而且也到班级去读书 然后一切都OK了 然后我在北京工作嘛 结果呢 大宝上了一天学 然后就说 哎呀不行 就是爸爸 我这个教材 我都有些都不太懂 包括北京那边 他们上的音乐课 都是五线谱 但是老家那边 音乐课 从来没有学过五线谱 包括一些手工制作 什么都不懂 而且北京那边的小学 是拉单桌 但是在老家那边呢 小学是有同桌的 哎 后来 其实他那个同学还挺好 他第一次到那个班级 四年级嘛 他如果说到了 五年级或者六年级 很难转学的 因为他有规定 北京那边教育有规定 如果是毕业班 对吧 小学如果说 你已经是五年级六年级 就不给转学了 不给转学级了 只有四年级的时候 毕业班不可以转 其实也算整体挺顺利 但是 而且他那个班级同学很好 有一个同学 还给他一个模仿 说你这个玩这个模仿吧 不要紧张这样的 然后而且当天 他第一天上学 应该三月一号吧 上学 然后他回来之后就 大把哭 然后就不愿意再上学了 就是觉得 他觉得老师特别严厉 不知道怎么着 我是老师那么严厉吗 他说 这老师很严厉的 有点吓人 然后他就特别想 以前在老家的 也老是个同学 后来我说 我说这样吧 我说是不是你 开学的时候 爸爸忘给你买 这些新的衣服 新的鞋什么的 我就带他去买的新衣服 新鞋 回来之后呢 然后结果他还说 不想去读书了 后来我就正中气势地问他 我说那你确定不后悔吗 你要是真的不想读的话 那爸爸第二天 明天就去要给你办 退学手续 然后就把你送回去 这样的 然后大宝说 不后悔 也不想在这读 我说那好吧 我说这就这样 然后爸爸 明天就给你送回去 然后我就订了火车票 然后第二天 然后我就同时呢 办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 去联系这个小教科 联系学校 说这个孩子不去上学了 这个学籍 再转回老家 他好像 好像有个什么 一周的期限吧 就是这个学籍 一周之内可以 你转过来了 如果你 再往回转 一周之内 好像还比较好转 然后又从网上操作 他这个学籍号 就是字母G 加上这个 好像是吧 加上一个什么号码吧 什么号码 好像是 我也忘记了 是W啊 这样的 就转回来了 然后 也行吧 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的这个认知 可能都不一样啊 或者这个价值取向 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就是我们放弃一些 东西 我总觉得 我们只有放弃一些东西 才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如果什么都不放弃 那么什么也得不到 如果当时我强迫大宝 在北京读书 那么他肯定 会不开心 对吧 也许他很快会适应 但是也许不适应 但我觉得 我是想培养大宝的 这样的能力 就是让他自己 去做决定 虽然他很小 并且他要对自己的 这个决定负责 包括他 身份证 他在很小的时候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 我就陪着他 带着他去派出所办的身份证 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张身份证 但是后来他的身份证过期了 他的身份证过期的时候 我在美国呢 然后这个就遇到问题了 因为我一直希望 大宝能够保留住 他这个第一张身份证 作为一个纪念 但是他在去派出所 在续这个身份证 因为小孩的身份证 有效期是五年吧 好像是三年呢 是 因为他去 在办这个新的身份证的时候呢 那个窗口人员说 你必须要把这个旧的证 拿回来 才给你办新证 如果你这个旧证丢了 可以 那么你需要学校开一个证明 对吧 而且你要附上 什么什么照片 让老师写上 什么填一个表 意思是说 什么张三同学 就是照片里的这个张三同学 就可以了 你必须让学校盖章 什么填表 老师签字这样的 然后我就让大宝说 我说你选一下吧 爸爸希望你能够把 第一张身份证留着 作为一个纪念 对吧 那么你是希望 找老师去填这个表吗 然后找学校盖章吗 他不想去 他嫌麻烦 我说那好 如果你这样的话 爸爸就找人 爸爸给你找人 然后这样的 就是争取 对吧 就不用你去 交旧身份证 同时也不需要 你去填这个表 然后我就联系人 我就联系了 他们一些领导吧 这样的 后来他们领导 就是派了手下的一个领导 也是这个派出所的 这个上级领导 就是他们领导分层级 然后说 说好了 说哪天 几点钟 到那个 这个领导的办公室 去就行 让孩子去就行 然后这个领导 就领了他去 这个派出所 办公室这块 就可以了 都说好了 而且我还联系了车 我还联系了 一个熟人 我说你早上几点 到家里去接 我家大宝 给他拉到什么什么地方 然后哪个办公室 你就不用管 就把他送到那地方就行 都安排好了 结果呢 第二天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是我们这位熟人 其实是有点亲属 他在送大宝去 办这个身份证的时候 在路上 然后他就问这个大宝 按说 这个也挺容易啊 也不需要 找人什么的呀 大人情 你这只要把你那个 旧身份证 拿出来就好了 这不是找着了吗 大宝说我找着了 然后我爸说 这个旧身份证 让我留着做纪念 所以我爸找到人 我们那个熟人说 不用 你就把这个旧身份证 就是给他交上去吧 这还 大人情不值得啊 那一个旧身份证 没什么用 以后你办身份证 多了去了 留他做什么 后来大宝一听 一想也是 然后后来就 把这个旧身份证 拿着带着 也没找那个人 直接去那个 派出所那边 按照正常程序 去把这个旧身份证 交上去了 不是 那个 那个时候是那么说的 对我想起来了 因为这时间比较长 说啊 那个旧身份证 好像 也 一个是没什么用处 也没有啥纪念的呀 另外一个 好像他也不收 派出所收的也没什么用 对吧 我还说 还举例子 好像有谁是谁 办身份证的时候 就是 看了一眼 派出所看一眼 是这个 然后就 又还给他了 包括这个 咱们办护照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 这个旧护照不也是吗 你 你超齐了 他捡个脚 再还给你 他不会把这个旧护照 收上去 对吧 然后大宝就信了 大宝就拿着这个旧身份证 结果到那儿就收走了 完了大宝就有点后悔 然后就说 哎呀 爸爸那个 我没听你的话 我听那个 那个算是有点清楚吧 听他的话 然后他说这个 一个是身份证 没什么用 对吧 也什么纪念不纪念的 另外一个就是 派出所不一定收 派出所收了 我就以为没什么事呢 我就试一下 结果他真给没收了 收走了 后来我说 哎 就这样吧 我说这是你自己 做的决定 我说爸爸找了一圈人 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就直接去 你不听爸爸的话 你听 别人的话 我爸爸没办法 只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你这个 人生中的第一个身份证 没有了就没有吧 这样的 所以我是 出于这个角度 然后去 让大宝去独立的 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决定 也行吧 包括大宝现在学习 比较累 他的成绩呢 也不太理想 然后他也很茫然 然后 我没跟他说 其实我 我如果跟他说 我说如果当初 你要是 不从老家 就是不从北京 回老家的话 那么你就是 早就是北京户口了 然后你就 按照北京考生的 这个标准 去考大学 对吧 比如说同样是考 清华北大 如果你是北京户口的话 你考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对吧 就不用考那么高的分数 我还没跟他说 我估计跟他说 他可能会有点后悔 但是行吧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短暂 有些赔来转了 得以失利与弊 这个事情发生了 就不要考虑太多吧 对吧 我是这样感觉的 如果人太敏感了 那么对一些东西 总结的太多了 那么就会影响自己 继续生活的这个心情吧 我觉得至少影响心情吧 所以对于过去的 其实每个人 如果你总结的话 总有一些事情 是你当初看不到 然后后来你后悔 对吧 但是也来不及的 这些地方 这个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 这位朋友说的 有道理 但是呢 我现在呢 对于我放弃 何大宝 放弃北京户口 这个我觉得 这个 我觉得也没什么吧 不想的 对吧 这个就好像我 记得以前 我有一次做梦 梦着那个 站在这个窗后 那往外瞅 看着外边这个洪水 从远方 慢慢慢慢就漫过来了 然后我当时想的 在梦中 我想的第一个念头 是哎呀 我的地下室 还有我的一些 比较喜欢的书 我要去地下室 把这个书给抢救过来 其实当时 我在梦境中想的 只是我比较喜欢 读的几本书而已 其他的 对物质方面的 对一些 所谓的这个身份方面的 我倒没太在意 如果在意的话 我就不会辞职 我就不会来美国 对吧 就包括 我在来美国 三年多之前 我在我们 法硕那个微信群 跟朋友们交流 所以我想去美国的时候 当时我们同学就有说 不可能 胖梦你绝对 不可能去美国 对吧 因为你已经 就是很好了 就是说已经 是当地的仲裁院的院长 然后 有一定的位置了 然后 对吧 手下有几个人 还有一辆车 就是说你一定 有一定的职权了 已经是办公室 是单家 对吧 然后已经有这个位置 也是首席仲裁员 你不可能 你这个年龄 你也不年轻了 你不可能说 把这个就夸查放掉 就像一个楼房 盖的比较高了 你夸查不要了 对吧 走了对吧 不可能 但是另一个女生 然后她说 你们可不要这样 可不要这样想 汤姆想做的事情 她有的时候 她真能做出来了 这样的 后来 被这位女生 被她的话严重 她说对了 我真的是 来到了美国 对吧 那位女生 她对我比较了解 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一个